产后恶露有哪些分类 第单西安市第四医院 妇女保健中心 副主任医师 产后恶露从它的分类来讲 按照它的这个颜色和它成分的不同 我们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血性恶露 然后呢是僵液性恶露 再有呢是白色恶露 血性恶露一般是在产后前五天 所谓顾名思义血性 那么就是说它含的血细胞的成分比较多 这个恶露的颜色是红色的 或者是暗红色的 那么接下来的十天将会排出的是僵液性恶露 它的颜色呢是淡黄色为主 那么它的成分来讲 还有少量的这个红细胞 大量的白细胞 以及脱落坏死的组织 还有阴道的一些排出的一些液体 是一个混合的 那么呈现这种淡黄色 再有呢接下来的三周就是白色恶露 这个白色恶露它持续的时间是最长的 它的颜色呢就是顾名思义是白色的 它含有大量的白细胞 以及坏死的陀螺组织 专家提示 1.产后恶露 按照颜色和成分的不同 分为三大类 血性恶露 僵液性恶露和白色恶露 2.血性恶露一般在产后前五天 颜色为红色或暗红色 含血细胞成分较多 3.接下来十天会排出僵液性恶露 以淡黄色为主 含有少量红细胞 大量白细胞及脱落坏死的组织 4.再接下来三周是白色恶露 颜色是白色 持续时间最长 含大量白细胞及坏死的脱落组织 分辨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